好 我们刚学了这个折叠的用法 那么在官方再看一个样式 那么点到这个claps claps往下找 这种效果呢 我给大家已经做过了 但是我们实际中用途多的可能是这种效果 点一下它展开一个菜单 相当于一个菜单 这相当于是一个副菜单 展开的菜单 相当于这个东西 那么怎么来实现这种效果呢 这地方没有提供圆码 那你要看圆码的话 点U键查圆码也可以看 它真的比较麻烦 我把这个效果给大家实现一下 好 那我们再新建一个 Demo05吧 把Demo01 Ctrl Demo02吧 Ctrl C Ctrl V 这个我们叫Demo05 好 打开Demo05 那先用心看Demo05 写下的效果 是三个栏目 注意 是三个栏目 三个栏目我先留一个吧 先留一个 好 运行看下效果 这个没有保存啊 我们要保存一下 好 运行 就这个效果 那么把它做成一种什么呢 Item Group 看怎么来实现 那做成Item Group的话 我们就 我想想把 这个我已经给了Ri 那Ri上呢 我肯定给的是 好 关闭 重新打开 Ri上我们给的是 Class 等于ListGroupItem 每一个列表向上 肯定是个ListGroupItem 那么一点一点来实现 Ctrl V Ctrl V 好 保存运行 看一下效果 展开它 但这样的话 这里边每一项 是个列表向 这不是我们要效果 这里边有间距之类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做一个 PanelBody就不要了 在这个DIV上 在这直接加一个 加一个ClassListGroup 展开 这样就可以 这样的话就做成了什么呢 这个副菜单 然后每一项 每一个子菜单 当然我们在这前面 也可以加入一些图标之类的 那比如说我要加点图标 那加点图标 我们找到 点右键把右侧子全弹关掉 图标的话 我们要找到组件 那比如说找一个组件 那比如说我要一个 信封图标 copy一下 好 那我们在这地方加一个 Spy Class 好 运行看一下效果 好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什么呢 信封的图标 这地方你最后给个空格 给它空开 好 这样比了一个图标 那这地方你是一组 你将来要多组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功能复制一下 Ctrl C Ctrl V 当然你还要页角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底下再加一个DiV 好 重新打开 Class PanelFooter 页角 好 保充用心 看效果 栏目1 栏目1加了个页角 栏目1加了个页角 页角的话 我把它加到这个里边去 因为页角默然没有隐藏 放到这来 这个容器隐藏了 好 运行看一下效果 栏目1没有展开 Ctrl X 放到这来 好 运行 正好这就会有个什么呢 页角的效果 子参单页角 加什么呢 这个图标 后边呢 我们会综合的应用的时候 也会用到什么呢 这个折点 好 这个例子呢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格式记住 最外层是Panel Group 然后是一个Panel Default 然后有Panel的Paneling 这是PanelBody PanelBody这个地方 最好不要生命PanelBody 因为生命了PanelBody以后 它有一个Paneling 有一个接距 所以呢 我们直接是一个Claps PanelClaps 然后里边直接给什么呢 ListGroup ListGroupItem 就可以了 好 这是这个效果 如果要加图标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 这个A标签前面 加一个Spile Spile里边给上小图标 就OK 那这个列行呢 我们就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做到这个地方